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确表态了 说自己一定会以民众党总统参选人的身份汇选到底 拿出你的皮革卷尺 拉出两尺 量量腰围 大声的告诉媒体朋友 手拿科有KP标章的皮革卷尺 自爆腰围38寸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在空姐争议后 神异四天没有形成 终于露面宣传第二波募款小物 客文哲和党内立委们 真人石敬秀 一起演绎出陈进师上班 第二波宣传小物 有咖啡包 扩享礼盒 音乐胶囊 主打要放松又要树牙 不过本来想要撕掉宠女标签 却因为空姐事件 标签被越贴越多 被质疑喜门风失败 又让党内小鸡独自面对炮火 不正面回应争议 反倒批评敌对阵营 但被记者问到郭柯佩的可能性 理念倒是很坚定 记者会结束 心情一放松 柯文哲竟然开始 熟起现场有多少摄影机 嘴巴念念有词 模样逗趣 看来摄影后的第一场公开行程 柯文哲不受风波影响 心情似乎不错 记者林汉廷 江凯玲采访报道 今天一早 国民党总统参选 侯友宜到了大甲镇蓝宫 电视跟董事长袁清彪的互动 看起来很生疏 让台湾更好 歹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一早到大甲镇蓝宫参拜 董事长袁清彪穿着花衬衫亲自迎接 虽然站在他的身旁 但两人互动有些生疏 全体人员微笑比赞喊口号 但言清彪几乎面无表情 只是配合比手势 心思好像不在这里 对比上个月郭台铭来拜会时 两人还在镜头前实质紧扣 模样落差很大 侯友宜强调要一步一脚印 请听民意 连两天到台中故庄 市场扫街庙口演讲 还成立后援会 但郭台铭似乎仍是党内危机 全党一致要缓解支持我们的总统 提名人侯友宜 任何伤害党或者是 伤害我们的提名同志 这是党所不容许的 也是党纪不能接受的 党主席朱立伦祭出党纪 喊话要党员全力防止 国民党不断碎裂的地方派系 接下来蔡队 江志南SNG小组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